Hello,大家好,我是Soy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 关于在一个星期内出现了两则关于围捕被挑战 并且被法庭推翻的新闻 争遗产这些新闻 我们通常都以为是娱乐版、有钱人、争家产 让我们普通市民茶余饭后摸花生、讲笑的话题 跟那些穷等或普通认为没钱的人的家庭好像完全没关系 不过今次这两则的新闻 正正发生在我们Label认为一般普通家庭的身上 利用围捕去分配遗产 不单单是一个法律文件 按照以固者的心愿合法地分配他们的遗产 这一张冷冰冰硬斑斑的法律文件 当中胜在着家人与家人之间 那种亲人所要负上的一定责任和关爱 但你知不知道有时候即使写好了遗诸也好 受益人仍然可以觉得遗诸分配是因为不公平 而选择去挑战这份遗诸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案例 给我们借监探讨一下 在什么情况之下 其实会发生遗诸被挑战 以及给我们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 在哪里的遗诸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的 除了利用遗诸之外 其实还会否有其他方法 可以更加灵活、更加安全、更加便宜、更加快捷、更加省税、更加有高的私隐度 去按照遗产拥有人的心愿来分配遗产呢? 影片当中的资讯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给大家参考和交流之用 就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的意见 就要找回相关的专业人士 去帮你做合适的安排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 希望可以等你身边的朋友 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获得这些信息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太长 你可以直接去到Description 欄 跳去Chapters 去找你想看的相关资讯 又或者你又可以留意我有Podcast系列 有些朋友可能没时间看着我的样子 就可以听一些录音档 让你可以重温我之前分享的讯息 说真的 家人之间有意见分歧、有争拗 这些是很平常的事 不过一说到围捕分配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会突然突显出来了 尤其是可能觉得围捕有不公平 或者不符合初冲的问题出现 因为受益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应该 可以获得更多的遗产 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 是没有被合理地对待的 无论是获得的遗产部分也好 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好 其实这些往往都是一些 家庭内部情感的瓜葛 而产生的一些感受 也有可能这些子女对父母的违缘是不认同的话 比如家里有很多兄弟姊妹 父母可能在围捕当中 可能会对某一些偏爱 又或者又觉得有一些他对家庭付出更加多 他会觉得不需要平均地去分配给每一个子女的时候 这些决定很有可能会对某一些未被公平对待的子女 被认为忽视了他们 或者觉得遗读的分配是不公平 而去产生挑战遗读的问题 过去星期 其中一段新闻说到 是关于重男轻女这些传统华人观念 而导致家人要提出挑战遗读 话说在宾斯省有一个华裔老虎 过世之前写了个遗读 遗读当中将290万分配给儿子 而女儿只有17万分配 女儿当然觉得不公平 他很深信这个安排 是由于妈妈一些传统的观念 认为女儿就没什么用 男儿子就很重要 所以他觉得避受歧视 决定向法庭去挑战这份平安书 法庭上这个女儿说到 其实从小到大 她妈妈都是这样 觉得女儿子无才便是得 不需要读多书 不需要有能力 不停灌输这些概念给她 很多时对家中的轻长是特别的照顾 去到分配遗读的时候 很明显地将大部分遗产给她的儿子 而这个女儿就获得不公平的对待 这个女儿觉得她从小到大 在这些压力当中成长 已经为她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 这个法官听到这个女儿的身边的时候 她都觉得这个妈妈 其实存在着很严重的性别偏见 而影响到她的遗产分配 所以最后她决定将遗产重新分配 按照一个公平的安排 其实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 在我们立遗读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考虑到 要超越一些传统偏见的观念 才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子女的权益 可能我们就会说 说几百万当然是差到底了 但其实在上星期同时有另一则新闻 就是说到一些比较少额的案例 都是被受到挑战 也在这个挑战当中 我觉得好像有争议性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拿这个案例来讨论一下 话说有一个华裔香港移民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有三姊妹 话说因为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就要把大家姐送去香港的一个亲戚家庭里面的养 这个香港的亲戚由于家境比较富裕 也可能因为没有子女 就对这个女儿特别之好 所以她生活条件也很好 又可以获得高等的教育 之后这个家庭另外又再生多了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去不了香港有钱亲戚那里 一直跟着这个穷爸爸去生活 在他们的成长当中 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封衣足食 反而要挨饿 生活的环境也很差 但是这两个女儿可以跟着父母去长大 最后这个家庭就移民到加拿大 而这个大女儿也分别是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但是由于这个家庭 其实大女儿跟爸爸那边的联系 已经相当弱了 所以就算连爸爸走的时候 那两个妹妹都没有通知她 后来她就发现爸爸是有留一些遗产给她 不过就只留了17500元 更少过这个爸爸的契女 这个契女也有2万元 她也有17500元 而正下来还有68万左右的加币 就分别给两个小女儿平均分配 由于爸爸已经过世了几年 这个大女儿一直未被通知 这个爸爸是过世了 直到她发现爸爸过世了 后她只能获得这么少数遗产 她就觉得是不公平的 觉得爸爸在小时候 送了她出去 令她承受成长的压力更大 即使是亲戚的家庭富裕 都对她的心灵所受的伤害是无补于事 她就去法庭挑战这份遗产 她认为她应该获得公平的分配 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 这个女儿 其实未必完全是为了想 拿到更多的遗产价值 而她觉得她被忽视 她觉得她好像不是家庭的成员之一 好像明明你已经送了她出去 你还要在你走了之后 更加好像没有承认我是这个家庭的其中一份子 不是这个家庭的其中一份子 所以她就觉得不公平 其实在BC省来说 怎样才为之是公平的分配呢? 如果在BC省是没有遗图的话 你就要按照遗图遗产及承计法 里面所建议的分配就是 如果你是没有子女 你只是得配偶的话 当然死者走的时候 配偶能够获得全数死者遗下的遗产 但如果她有子女的话 她的配偶只能够获得遗产当中的头30万 余下的部分就要和子女一起平均分配 如果这个离世的人没有配偶的话 当然子女就会获得平均分配 但如果子女当中第一层的子女 如果她有任何人离世的话 那个离世的子女 即是孙子 可以先获得离世的子女的部分 如果这个人又没有配偶又没有子女 那才开始根据她家庭的阶层分配 首先是父母 然后先是兄弟姐妹 如果兄弟姐妹当中 有人先离世的 就会是兄弟姐妹的子女 如果都没有 下一层才是祖父母 下一层就是姑妈 阿姨 最后才是远房亲戚 排列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法律上才公平地分配 如果不是这样分配 又或者可能有家庭成员 认为自己在financially 特别有需要 或者特别作出一些贡献 而需要获得不同的分配 那就有可能需要去挑战遗产 刚才那个case 就是因为法庭认为 这个大女和两个小女 她的身份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父母的亲生女 所以如果根据刚才说的公平分配法 在这个情况下 法庭认为这个三姊妹 应该平均获得遗产分配 所以这个大女 她挑战遗图的时候 是获得胜算 她可以拿回她应该 获得平均分配的部分 其实以上这两个例子 都提醒了我们 原来我们在做遗图分配的时候 要怎样才可以叫做公平 希望可以尽量减少家人 为了遗产分配而破裂 所以不单止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遗图的公平公正性 也提醒我们 在我们立遗图的时候 更加要很细致地 考虑到每一个受网人的感受 和他们的期望 我相信作为父母 他们也很希望 他们所爱的子女 可以获得公平分配 但是要在爱和公平之间 取得平衡 的确是很需要考功夫的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去想到 怎样去捨立遗图分配 才是最合自己的心意 其实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例如我经常在我的视频 讲到关于 Segregated Fund 或者人寿保险 这些项目 利用这些项目 就可以帮助你解决到 有些遗产上分配的问题 这些segregated funds 和人寿保险 其实是可以 为遗产拥有者 更早 更灵活 和在一个很有私隐的方式下 去处理他们的遗产 通过这些方式 这些遗产拥有人 可以很明确地写 哪一个受益人 分多少的部分或金额 然后这些受益人 又不需要一定 根据我所说的 遗族遗产继承法 去说一定要先爸爸妈妈 跟着兄弟姐妹 跟着公公婆婆婆 爺爺妈妈 跟着父母 你可以不用这样 甚至写朋友 也可以 一开始写愿房亲戚 也可以 或者有个人 花了很多时间去照顾你 想额外分多一些钱给他 你可以利用保险 涉及的减少储一人 帮你写明如何分配 而且不需要好解 在这些分配为主 我们必须通知所有的乘计人 然后三口六面说的 政府人或减少 这些涉及引证的选择 不需要透过这形式 来分配你的资产 并且不需要经过 准备认证的过程 都可以获得这些理赔 当然人寿保险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因为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新雇赔偿可以免税派出来给受益人 受益人只需要提供死亡证就可以申请理赔 理赔金很快就可以批准出来 对于一些家庭需要立即帮新雇者 去处理他们的税、负债或现金需要处理身后市 就可以为他们带来急救应用前 不需要经过认证的过程要等 万一你的遗图被推翻还要有时间等 如果你选择Segregator Fund 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投资去制作被动收入 同时他又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全程途径 不需要担心将来有潜在性的争议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家庭的隐私 如果你加上Systematic Withdrawal Plan 就是之前一段影片讲过的那些 plan 他还可以帮你产生稳定、低税、被动退休收入 等到你8年归老的时候 剩下的部分 你就可以不需要担心 那些钱怎样分 不需要想 因为你一开始就可以写定你的受益人 知道你用剩的钱就可以按照你的心意 更加有效率地分配给你指定的受益人 也不需要担心有家人会觉得分配不公平 而产生一些增压甚至推翻你的意愿 这些segregator fund有两种的本金保证 本金保证就是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 他本金有10万元 假如在市场做得不好的时候 这个本金跌到只有5万元 第一种的本金保证有75% 这个新雇的时候 他家人最少都可以拿7万5千元 但如果这个投资增长到12万 他的家人是可以获得12万 而另一种的新雇本金保证 就是100%的新雇本金保证 就是如果你把10万元放入这个户口 做投资的话 万一有一天你离世的时候 这个本金跌到只有5万元 你的家人或者受益人 同样都可以拿回10万元的本金 如果这个投资提升到12万 你家人都可以拿回12万 如果做这个100%新雇本金保证 他还有另一个feature 就是可以reset你的本金 每年你可以reset或者重设你的本金 本来你的投资额可能是10万元 但去到下一年它升到12万 你可以reset这个12万成为你新的本金 于是将来如果这笔钱 在你离世的时候 你跌到只有5万元的时候 你家人最少可以拿回12万 这些feature 就是银行的Mutual Fund做不到的 所以这些secure data fund 人寿保险 是可以确保你的资金 既可以迅速传授给你的受益人 又可以避免遗憾被挑战 而引致到一些拖延 还有对于那些希望 可以更加有效率地 去做遗产分配的规划的人来说 又不想被围捕菌绑住 这些方案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其实透过今天的case study 我们看到围捕真的有它一定的价值 不过围捕有时在某些情况下 就会引伸到 就因人可能觉得是不公平的情况下 会引发到一些法律和情感的糾纷问题 围捕不是纯粹一份硬斑的法律文件 其实它也表达了 怎样分配遗围捕 都令家人感受到 究竟那个家人在家的地位 究竟受不受重视 在一份遗围捕里面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 在分配遗围捕的时候 要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 亦需要很认真地处理每一个受益人的感受 要尽量利用到 我们刚才说的segregator funds 或者人寿保险 这些alternative的策略 尽量减少未来潜在的遗产 分配的争拗 其实当我的客人知道 如何利用保本基金、人寿保险 帮他们累积着财富 同时有制造被动收入的时候 又可以作好遗产分配的安排 他们会很放心和乐意 整合他们放在银行的 例如Youtube Fund 或者定期存款的资产 转为放入segregator fund 继续投资 一边可以产生稳定和低税的被动退休收入 八年归老时 又可以有效率 分配给他们指令的受益人 如果你想像我的客人那样 找我做资讯给专业的意见 其实我都可以帮你 度身订做退休和遗产传承计划 你可以用影片的资讯栏连结 或者屏幕上的QR Code 去联系我 我便可以免费提供一次性的资讯 了解你的情况和需要 甚至可以帮你议定一个计划 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在当中可以获得一些新的idea 走之前 就麻烦你 记得帮我like、subscribe和share这条影片 下次再分享其他相职 下次见 拜拜